不知道今年的眼妝有什麼新趨勢? 今年的眼妝趨勢比較色彩 你可以用一種顏色、兩種顏色 或者多種顏色都可以 只要你處理得到就行了 我今天會化很多種顏色的眼妝 其實很難處理, 新手 但我示範給你看 你可以自己減散步驟 自己化兩種顏色就行了 好… 首先我們會用顏色 譬如這裡有很多顏色 你選擇一種配襯衣服或皮膚的顏色 這幾種顏色很噁心 不像是眼影粉, 是不是膏狀的? 因為平時我們黃色皮膚的人 眼影很難處理, 塗的都好像差一點 或者變暗了 我們會用這些膏狀的 像是印象的化妝品, 先打底 即是我們平時化一些特別的妝容 對, 沒錯, 其實很簡單 譬如我們選擇了幾種顏色 我們可以很隨意… 很失色, 這種真的用來塗的 對… 但待會要加上一點粉 否則會有一點融化 我們很隨意選擇了幾個地方 先看上去, 下面也可以 其實顏色要怎樣處理得好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畫畫的功底 我其實不需要 但你知道顏色, 譬如橙和黃 可以混合在一起 是 這樣會比較容易處理 很快 即是把三元色 控制得好一點 好一點就會好一點 因為我們比較隨意 其實只要能組合就可以了 顏色 但最難的就是要加藍色 是嗎? 是嗎? 那就是最難的 紅、橙、黃, 其實都是暖色 無緣無故有一隻藍色 我怎樣把暖色和冷色混合在一起 對, 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有黃色 其實你也知道黃色要加一點藍色 就會變成綠色 對, 沒錯 我們用一點就行了 因為這種冷色, 如果用太多 一來東方人的樣子不太接受 所以我們用一點就夠了 但我想問, 用這種畫作的眼尿 有沒有特別注意保養 例如會不會很容易化? 一眨眼就化開? 絕對會, 因為它是膏狀 但我們會加一些粉狀 所以… 例如我們會加一些這樣 但你也要找到鮮色 不可以找到沉色 因為你加了沉色, 它就會變暗了 一暗就不是你要的 原來是這樣 就像你平時塗完粉底 加碎粉定妝一樣 是 放實一點, 乾粉上去 它就會沒那麼容易化開 沒錯 而且這些, 為什麼我要先用膏狀 因為這麼多種顏色 你要做一個化妝是很難的 你用膏狀就容易了 很有趣, 好像… 有一隻小鳥 是 有一隻小鳥是這種顏色的 我忘了, 叫黃莉 你算了 你忘了就算了, Ginny 待會我應該會被人罵 糟了, 我被師妹吹喘了 剪刀的, 要快進修一下 如果我們… 譬如有些地方我們沒有打底色 那種顏色會比較軟 所以你會有一點有心有淺的層次感 你不用整隻眼睛都要用這個打底 有些地方可以不打的 我看這一、兩年都比較多人 用黃色的眼影 其實是否也是一個禮物呢 但有沒有說… 因為亞洲人皮膚比較黃 用黃色的眼影 如何控制到 令膚色看起來不太暗 這個很關鍵就是你選的黃色 是雞蛋黃還是芥辣黃 對, 如果你選擇黃色 是比較暗的顏色 其實一定不適合我們 等於你穿黃色三位一樣 你會覺得 他好像有些黃色, 我穿得不好看 要這樣, 隔著一點 隔著一點 對, 隔著一點 而且這些臉色的皮膚顏色也很不妙 例如 experient上能用黑色 其實用色更加隔著一點 如果你白色一點, 用粉色可以 很痛 就是 如果本身的膚色感覺到 比較淡淡一點 是否可以在粉底上調和呢 粉底最好塗上一點白色 才能出現你的顏色 如果你經常很黑, 你就要很重手 我會在某些位置, 例如這些 剛才你很擔心很緊的顏色 我們會用粉塗上去 你就容易處理 其實今年是輕色的眼妝 但不是每個人都要同樣的顏色 有些要兩種顏色就行了 我先用兩條眼纖, 是最容易的方法 可否嘗試用你的膏? 可以, 你知道 兩種顏色畫得好, 就可以挑戰三個顏色 對, 一邊加上去 Ginny已經嘗試這個… 我是否可以自己畫一畫? 可以, 你畫在眼上嗎? 對, 我畫在眼上 好 很期待 先加一點 我覺得… 對, 她這樣加很漂亮 而且很催眠 很催眠 多謝 新年嘛, 當然要加一點粉紅色 對吧? 好了 如果我當作不是用眼影的膏狀 對 如果用一些類似的顏色的眼線 當是畫在眼尾 有沒有異曲同工的效果? 有, 尤其是新手 最容易處理的就是 把眼線筆畫完後, 畫開它 這樣就變成眼影 我們不斷想有什麼代替品 因為買這一盒好像真的很專業 對, 而且用不了那麼多 對… 用不了那麼多 對, 所以可以的 所以代替品可以用胭脂膏 或者眼影膏狀的筆 然後再畫開它 對, 我覺得加完後… 很明顯做得多 對, 很漂亮 對嗎? 對, 你再騙一些粉 不然怕眨眼時會化 你加完真的很漂亮 對, 真的很漂亮 鮮明了… 你的肚子很髒 很搭配今天整個嘴巴和衣服的顏色 好, 讓我多加一點在下眼線 這個會不會再畫眼線? 會, 但我不會用黑色的眼線筆 我今天用藍色 這個很漂亮 很漂亮 對, 我們化完這個眼妝 我們在外圍邊緣上 要塗開它 讓它更柔軟, 再柔軟 不要一彎彎的顏色 在不同的地方 這裡是藍, 這裡是黃, 這裡是綠 這樣就不好看了 對, 你塗均勻在一起 這樣就好看了 而且現在除了… 看上去, 除了這些… 剛才我提到的幾種顏色 其實粉紫色也很流行 只不過粉紫色真的有點難用 就是我們東方人的眼妝 要皮膚很白很白 沒錯… 其實畫這些眼妝 不需要像我們平時一樣 要畫一條很實, 很漂亮的眉 是不需要的 是嗎? 是, 不需要的 如果你畫得這麼漂亮 反而搶掉眼妝 你軟一點就行了 在眉色上 有沒有畫淡一點反而是最好的? 是, 淡一點是比較好的 像珍敏那樣 頭眉本身是偏黑的 是 那它是否需要掃眉膠 令它的頭眉淡一點 但它的頭髮又不是很淡 我會保留它原本的顏色 但我會用很自然的眉粉或眉筆 讓它不要覺得我畫得很實 眉毛不需要太公正 不會的 所以這個妝容會專注於自然的顏色 補上一些洞就行了 對, 很多閒天橋的模特兒都是這樣 最重要是令它疏得漂亮一點 順一點, 不要亂租租租 用它自然的顏色 它看起來就配合眼妝 是 眼睫毛一樣, 不可以太濃、太近 因為太近, 配不到這個妝 我會用很淡, 胭脂也會用淡色 整個妝容的主調都是在顏色上 其他就減淡一點 所以待會兒唇 你也應該會用淡一點的粉橙色 對, 唇用淡一點就行了 薄薄一層橙色 薄薄一層橙色 而且像你們那樣, 軟一點 譬如邊位, 我們不需要弄緊它 軟一點就行了 譬如我們塗完唇膏後 我們輕輕地在這邊, 塗走 或者撇開一點 我平時也會這樣做 對嗎?你也會這樣做 推鬆一點的順形 感覺人會比較柔和 如果有專業一點 我們可以在這裡做品牌 也可以, 兩個方法也可以 當然是自己用的 當然不需要那麼麻煩 要多洗個掃 很好, 我很喜歡這個妝容 你完全挑起了我想試黃色眼影 從來都不敢試 對, 完全不敢試 而且你完全挑起了 我想要一盒那種實色的顏色 真的要去模仿妝容 對… Megan, 謝謝你教了我們 這麼漂亮的妝容, 謝謝 謝謝你